哇哇哇哇哇 真的是烧的 唉呦唉呦唉呦 唉呦 再来 再来 这是我猫猫以求的形状 那是哪玩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哎呦 大家好 欢迎来到左手频道 在实验的开始前 我想先问问大家 大家对冰的印象 是什么呢 是冷冰冰的 还是硬帮帮的 如果你想到只是那样的话 很遗憾你就错了 因为我这次要进行了实验 将会颠覆你对冰的认知 今天我将会制造的冰 温度可高达50多度 怎样 是不是跟大家所认知的冰 完全不一样呢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很好奇 到底怎样才能制造出 温度那么高的冰呢 那我们今天的实验主题就是 热冰实验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那我们需要的材料要有 白醋 小苏打 锅 用来搅拌的东西 还有容器 首先加入醋 我用了两层的醋嘛 所以我应该用200毫克的小苏打 嗯 这样应该是一半 OK 再继续 好像要冒出来了 不要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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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们中了那么蠢丝 OK 我们再继续 我们等一下会没有打完一半 开始煮啦 现在就要把它煮给融化 至于要煮到什么程度呢 大概煮到它有一层薄膜之前 就要停煮 至于冷却时间呢 也很重要 大概要把它放到室温的温度 就行了 不懂这个实验可以不成功 人家失败了 不是要等于去 待会煮完后 它旁边会有一些结晶 这些结晶是要收集起来备用的 OK 好了 它有一层薄膜 然后这些呢 旁边这些都是结晶 这些结晶是要收集起来的 好的 我们现在等液体冷却到室温 然后我们等下再来 等下见 过了很久 很紧张 哈哈 OK 来啊 OK 终于冷却好了 那我现在就是把锅子里 那我现在把锅子里 那我现在把锅子里面的结晶 丢下去 它就会变成热冰了 可不可以放了吗 我好像那个没关 这个 就是 煮肉了 开始煮了 快 我有一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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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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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字是很帅的 我刚刚我的本一撒的时候就结晶了 没有注意看到 尴尬 我还没有开始咧 不过很热耶真的 可是很好笑啦 我还没有开始它就 它就加进了 OK 没有关系 这样我们现在就去把它弄热 然后拿来再重复使用 喂 倒不出来的 哦 还能够 先是把它加一点水 好的 我们现在要重复之前冷却的步骤 那我们等下见啦 过了很久很久 好啦 现在我要给你们看什么叫做 韩冰掌 韩冰掌来啦 变了 真的是烧了 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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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是烧了 我 专装 我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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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落兵喔 哇哇哇哇哇哼 燒燒燒 我頂不是那個 哇 不然 還是念不成啊 太燒了太燒了 別忘了想 有點久一點啊 不過 真的是太燒了 我擁不住了 不,剛剛真的是 哇 哇 再继续放下去我的手就不急了 现在我们要重新加热 然后把它溶解 再重新使用过 走吧 哇 你看我的手 哇 痛啊 刚刚 我要继续整 为了不要浪费你们的青春时间 我们直接跳下一个画面吧 看起来 那我刚刚已经把它从冰箱里冷却好了 这样我就开始做另外一种实验 我把筷子沾上这个结晶 哇 哦 哦 in do the unknown 爆线 很简单爆哦 下一个 Ok 我们现在要自冰山了 真的可以吗 到到到 哎哟 可以哦 再高再高再高 哎哟 哎哟哎哟哎哟 哎哟 这个好像快过来了 有点像 买器官啊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 什么状 如果有这样出 再来再来再来 算了算了 换个手 这样的玩意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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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们现在又要回去重新加倍的过程了 哈 实验终于结束了 我今天的生活真的过得很充实 今天的实验材料都很容易购买 到处的商店都有卖 虽然说这些实验都是无毒的 不过小孩在进行这个实验的时候 一定要在大人配东西才可以进行这项实验